今天就是我要飞往北京的日子 但是由于这两天 台风来到了上海 所以我原本定好 在今天早上7点55分就起飞的航班 在昨天被告知取消了 然后我就改机票啊 应该是因为大家都在改 所以那个服务器就直接当机了 就改不到机票 然后我就很着急 因为我连酒店还有旅游景点都已经定好 约好了嘛 后来就直接打电话到航空公司 就得以改到了今天的下午 但是很遗憾 与我同行的除我还有两个人 我们三个人呢 在改机票时被改到了两个航班 这两个航班呢 如果按原计划飞行 相差也有一个小时 最坏的情况 就是我们要在北京互相等彼此了 现在我就想啊 等到机场后 找个工作人员问一下 两个航班当中 有没有其中一个有空位 把我们都调到同一个航班上去 因为通常来说 每个航班都会有一些人取消 或者是位子没有定满啦 这类情况的 那我先给你们欣赏一下 上海台风过后的高速风景吧 现在我们已经抵达了 上海洪桥机场的二号航站楼 这里是国内出发的航站楼 一会儿我去推个行李车来 把我的行李都放在上面 进去了以后 这里是先要安检 中国的机场现在治安都越来越好了 管得也越来越严了 再进机场前都要先安检 才能进去 那我先进去安检吧 现在我已经过了安检进来了 你们看左边的树都好漂亮 好梦幻哦 现在我要去找个工作人员 来问一下 其实我不怎么来虹桥的 因为虹桥在市中心 过来这边的话 一般都会堵车 而且国际航班也很少飞 虹桥大部分都是飞浦东的 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去浦东机场了 这里有一个出发信息 我来看一下他们找到我的航班 OK我找到了 我的航班是中间那排从上面数下来的 能够换到跟我们一个航班 你是什么航班 我是1522晚一点的 1518没有 现在他1518 没有没有 就换到 1518这个人有的呀 对啊 1518没有 1522没有呀 1522满的 满的 对 你们两个是什么1522 我们两个都1522呀 就他一个老人不放心呀 你看能想念办法了 后补吧 后补者怎么搞 去A11去后补1522 后补的话那什么时候知道这个结果呢 什么时候 这带面也拍了二十几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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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老年人一个人我们不放心啊 这没办法人家都是后面 跟国际好的白货都差在你前面 没办法 因为我们本来是可以 但是你们那个系统 就是你们过来自己 不是黄黄人 我也不能帮你去一周 我现在这个帮你后补 我真的做更事 这个什么时候可以来知道 五点钟回来问不太情况吧 五点钟是吧 五点钟的话 哦 那我们只能 先贴冰哦 其他人办了 有那个1522 就正常办 就正常办是吧 那我们五点钟要继续安检了 哎 这没有办法的 后补是提前四处 观众说五点五十五 观导航板五点十分会有结果 哦 要五点十分才有结果是吧 哦 好的好的 知道了 哦 知道了 那谢谢啊 经过几经波折 千辛问苦 终于把我们三个人的机票 换到了一起 这三张登机牌 都是同一个航班的 我之前也给大家解释过了 原本我们的机票 就是同一个航班的 因为航班被取消 改签的时候 不得已 两个人被改在了同一个航班 我们先称这两个人 为小A和小B 另外一个人 被改到了另一个航班 那我们就先称这个人为小C 刚刚到机场的时候 我们都是一直想把小C 换到和小A小B的这个航班来 毕竟小A和小B 已经在一个航班了 换一个人过来 总是比换两个人去 要方便嘛 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小C的航班 原本是在五点十分就起飞的 现在延误到了七点二十分 那许多要去北京转机的人 就会想换到小A小B的 没有被延误的 在五点五十五分准时起飞的 那个航班中去 所以这样一来 在询问的时候 就被告知 候补中已经排了二十多个人 并且要五点十分才知道 小C有没有被换上 可那个航班五点五十五分 就要起飞了 五点十分已经开始登机了 如果五点十分才得知 就算是换上了 再进去安检 时间会变得非常紧迫的 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 决定把小A和小B 换到小C的航班中去 这样还能做好事 给这个早的航班 多腾出两个人的位置 而且既然换早比较困难 那换完应该没有问题吧 并且就算是小A和小B 先飞到了北京 也还是要在首都机场等小C的 那对我们来说 航班晚一些就也没有太大关系了 抱着这样的思路 询问工作人员后 就换票成功了 刚刚我讲的这段话 的确有点烧脑 那先不管你们有没有理解 反正我们三个人 是换到了同一个航班了 这个航班呢 就是小C被延误的那个航班 你们看这个机票 我们三个人的座位 也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很奇怪 仓位却是不同的 有两个是L 一个是S 有等航的人知道为什么吗 OK已经找到了 这里就是我们的航班的登机口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是被改签过来的缘故 飞机上面没有预备我们三个人的晚餐还是怎样 刚才我在登机口旁边的柜台 询问工作人员我们有没有晚餐的时候 他就给了我们三张餐券 让我们到那边的东方祭白这个餐馆去点餐吃晚饭 东方祭白到了 这里好像是肯德基旗下的店 不过我也是第一次来 那我先进去看看里面有什么吃的吧 我点的这个套餐里面有这个是板栗烧鸡 这个是草卷心菜 还有一碗米饭和一杯柠檬冰红茶 草卷心菜虽然旁边看着有辣椒 但是是不辣的 那我要开始吃饭咯 现在我们马上就可以登机了 还剩一段路 现在已经快要晚上八点了 我们的航班刚刚又被告知 延误了大概有半个小时 我比较好奇 一趟航班被延误了以后 会不会因为旅客都已经无所谓了 都没有要转机的旅客了 所以当航班比较紧凑 需要再次选一个航班 延误的时候还会选同一个航班呀 不过这里怎么又要排队呀 好啦 我现在已经登上这个飞机了 你好欢迎你 我现在要去找我的座位 我的座位在第36排 不过这里好像还只是头等舱呢 现在飞机上居然又上了餐点 刚刚你们也看到 我在上飞机前在东方计白 就已经拿过餐券吃过晚饭了 原本以为飞机上不会再有飞机餐了 结果现在还有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拿的餐券 只是作为飞机晚点的补贴而已 不过我刚刚在下面就已经吃得很饱了 因为完全没有想到飞机上还有嘛 所以我不确定我还能不能吃得下 那就先当宵夜吃吧 餐点的话像这里就是有个鸡蛋饭 这还有个蛋糕 然后这是色拉 这里还有一块面包 这块面包因为用塑料袋包着 那我就不吃了 待下飞机等肚子饿的时候再吃吧 现在我终于下飞机 已经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了 看现在的时间 我估计到酒店肯定也要过零点了 因为首都机场离我的酒店还是比较远的 一会儿我回家了 出租车就直接回酒店了 时间也不早了 那今天这个影片应该也挺长的 也是时候结束 这漫长的飞机值被取消 被延误被改签的一天了 我们本该是早上7点55分起备的飞机 结果变成了晚上过了零点才能到酒店的飞机 但别走 北京的Vlog才刚刚开始 记得看下期的影片哦 那暂时拜拜啦